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的位置 现在就是在高丞五甲国中外面 可以看到这一条保泰路上 其实经过了这个台风的侵袭之后呢 整个路面上都是这个被吹落的树叶 那可以看到整个人行道上呢 其实也是蛮多的这个树枝掉落 那可以看到说这整排一排啊 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停车阁哦 那车辆其实也都是停放在这边的 那可以看到其实有这个树枝是掉落 砸在了这一台的银色的轿车上面 整个呢就是把这台车给 几乎是快要覆盖住了 那再看到旁边其实有另外一个树枝 其实也是掉下来 但是它刚好呢是卡在这个灯杆上 才没有说再波及到另外一辆汽车哦 那其实呢除了这个地方 受到有这个台风的侵袭 有不少的树枝掉落的状况之外 其实呢刚刚在这个市区的部分 也是有发生过这个阴架 攻城阴架掉落的状况 而且呢也有发生说这个路数倒塌 一次是砸到宁宅的情况哦 所以呢台风天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 而且呢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尽量就是不要外出 因为呢可以看到这个 整个路数其实是压在汽车上 目前是覆盖的 没有看到说这个汽车大概伤得怎么样 但是如果是砸到人的话 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哦 所以其实提醒民众 台风天记得要待在家 尽量没事就不要出门 那以上就是来自高雄的最新情况 让我们把时间镜头再交还给彭内主播 感谢观看